人群在前面,約100公斤 都被警告燃燒燒 燒燒燒燒,然後人群在前面 1967年5月,那個事件 我印象中,至我所知,是勞之糾紛 工人很憤怒,很憤慨 就激發了這個暴亂的事件 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了香港的整個世紀 1967年,當時我是一間中學的中五班的學生 後期又有炸彈,又出現,傷人 比對一下,這幾年香港發生的暴動 和以往,我們年輕的時候 1967年的時候,就刻意去做一個比特 我的名字叫曾宇雄 是當年,在香港 1967年,事件的一個經歷的人 1967年的時候,香港是受英國政府的殖民統治 1967年的時候,香港是受英國政府的殖民統治 所以其實香港的市民,有一個很勤勞,一個這樣的現象 1967年5月,那個事件 我印象中,至我所知,是勞之糾紛的 1967年,我們當年,1967年,我們小時候 香港住屋是差到不得了的,簡直是很差的 1967年,現在的城市 現在還有一些...什麼劏房啊 那時候,有人在木屋區 爸媽媽媽做餐東西都必須 都是為了兩口,賣東西煮飯而已 我們是飽受著殖民統治的壓迫和傷害 香港的市民都會覺得不應該再受這麼大的壓迫 所以積聚了一些怨恨在這裡 印象中我們覺得是一個 特別香港市民是一個分水嶺 工人是很憤怒的 很憤慨的 激發了暴亂的事件 香港的市民是一個分水嶺 示威、抗議 由於當時政府的強烈打壓 這個就升級了 有鎮壓、拘捕、有人受傷 後來就蔓延到 香港很多的左派機構 包括銀行、公司、左派學生 都出來抗議當時的港英政府 全香港新界九龍 港英政府提升了 為了鎮壓、不讓集會、不讓人示威 又實行了黃昏之後的戒嚴 執行這個戒嚴令的時候 他出來街上 這個我覺得是很白色恐怖 很嚴壓 之後又拘捕了很多人 又打死過人 又上工會 上國貨公司 不斷搜查 不斷搜查 就是 你令你很恐慌 是一個很濃烈的白色恐怖 黃昏之後就完全不准出街 住在香港的英軍 像駝槍實彈一樣在街上巡 當時人心惡惡 是很人心惡惡 很多人移民走的 裝備 有武裝裝備的 又棍、又槍、又催淚彈那些 受傷的絕大部分都是一些普通的市民 我們其實 照我所知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 要求一個比較合理一點的 勞資雙方的安排 例如在工資上 在生活上的一個比較合理一點的聘用 這個就升級了 這個暴亂 到了後期 就曾經有一些 對治安有擾亂的 炸彈的出現 就是一個 當時暴亂升級的現象 當然 就是 令到有人死亡的 大家都不想見到 但是 這些 沒有必要 BONDISBOSLE Experts 在香港在香港 這些日子 他們接近幾十多電話 每天 當時中國的領導人 就是 毛澤東主席 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們是熱愛 這個毛主席 1967年 當時我是一間中學的 中五班的學生 那 那 這間學校 就是 在香港 是一間 比較傳統性的 左派學校 又叫做 愛國學校 看到同學在街上 是被警察 截停守身 我們上前去 就是 問個究竟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 說要 不滿意 或者是 不給他守身 他們說我們不合作 我們說要回家 他不給 那 就為為賣賣 我們手翹手 叫一些口號 無理拘捕 無理守身 一旦反抗 沒有反抗 就跟隨了個個 上校車 那樣 那是大警車來的 然後就上庭 就宣佈 告你什麼罪狀 那 怎麼回學 中四、中五的 就判了一年的監禁 所以 我被拘捕那天 就是 十六歲 我在監倉裡面 是度過我 十七歲的生日 就是這幾個男生 就是 我們一起 在這個 赤柱監獄服刑 三個是一間房 雖然是一年了 但是 真是 天天都很難過 還有 我最記得 那時候 香港是很冷的 是 很辛苦 很艱苦 是吧 忘記不了的 是 最近香港幾年 發生一些 不是那麼平穩的 一些社會的 一些氣氛 可以說 治安的氣氛 也都有人 去 比對一下 這幾年 香港發生的暴動 跟以往 我們 年青的時候 1967年的時候 就刻意去做一個 比較 七十歲 可以說 也 想說 我們是當事人 兩個不同的 當事人 我們有 同一經歷 當然 這幾年的事 我們沒有參加 也不會參加 但是 比較起來 跟我們 以往 年青的時候的 遭遇和經歷 就給我們 很大的感受 反佔中 這些 很多的參加者 都是我們 當年的 學生的年齡 十六七 十八九 第二年的 九月前出來的 我畢業之後 都曾經 做過好幾個月的 小學英文老師 但是 最終 教育了幾十月之後 去申請 這個小學 老師的註冊 是不成功的 就是因為 教育司署 查到 我曾經在幾年前 是有過這個 刑事的犯罪紀錄 真正式式 六十歲退休 我才重提這件事 其實隱藏在心裡 有一個很濃烈 很強烈的 我要還我清白 作詞